林雲龍 一個看似是台灣人的名字 卻是個外國人 二度來台灣的他 不僅是為了念研究所 也是為了體操 你好 今天我是來台灣的 我來台灣的探訓 我叫林雲龍 我是瑞典人 我來台灣為了念研究所 然後就是下課以後 就找師範大學的體操隊 然後加入就跟他們一起練習 然後有很好的同學 然後有很好的老師 就很開心今天有機會參加這一場比賽 在瑞典的他熱愛體操 卻無人栽培 直到在國立師範大學念書 才有機會藉由社團參加比賽 雖然只是一般組 但他做到了他在瑞典所做不到的事 我在瑞典練習是隨便 就是沒有教練沒有特級的課表 我們都是隨便練習的 然後所以比較需要特別的訓練的項目 其實就是除了地板以外 所有的項目 我們比較沒有機會練習 所以我是來台灣以後才開始練習 那最大的差別可能是 我們瑞典的大學 比較少有那種團體 團隊 所以如果想練體操 可能需要個人去外面找教練 可能找傳說 這個比較難 所以因此比較可能超過20歲的人 很少參加這種比賽 希望他回瑞典 不會忘記 存在台灣的這段時光 這個曾讓他夢想成真的地方 記者王冠誠 李怡婷 余怡婷 林靜婷 宜蘭報導 總統 記者王冠誠 李怡婷